李敖有话说 我跟各位一再讲过 我是学历史的人 虽然我的兴趣很广泛 我学历史的基本的功夫 就是先搞证据 先搞史料 有证据有史料 在发挥见仁见智的见解 所以我对史料 对尤其是文字上面的史料 我非常的重视 很多时候 我们了解一个事件 常常就是一句话 这是不够的 为了使这个事情 使这个事件 真的深入人心 真的了解那个真相 我们需要大量的史料 就好像海上的冰山一样 我们看到冰山 铁达尼号创造了冰山 事实上 它创造的冰山 是八分之一的冰山 这句话怎么说 就是在水里面 有八分之七的冰山 在水里面 有八分之七在水里面 才能够浮出来 八分之一 所以你创造的那八分之一 你看到那八分之一 事实上 它是用其他的八分之七的冰山 在撑着的 我们谈史料 一般看起来 很多 甚至用那个话来形容 叫做浩如烟海 可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史料 后面所浮起它的 那些东西 我们可以感觉出来 那个是什么 这就是史料的运用 很多事情 我们所谓耳闻一件事情 好不说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在中国 在亚洲 做了很多的坏事 日本人的军人 创办了 推出了 一个全世界 所没有的现象 就是 他们军队里面 有随军队而走的女人 他们叫做 慰安妇 就是我们 旧式的说法 是营妓 兵营里面的妓女 可是 他们对这些慰安妇 远比对妓女 残忍 霸道 什么原因呢 因为妓女本身 还有一点点选择 一点点 自由 可是慰安妇 是完全没有的 日本人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中国 在韩国 在朝鲜 在台湾 在菲律宾 都 抓了很多女孩子 或者骗了很多女孩子 做他们的 慰安妇 过去大家只是 听说 这三个字 听说有这种制度 零零星星 知道一点点 可是不晓得 它是多么严重 后来日本人 跟美国 跟其他国家 签订了金山合约 就是说 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他们签了合约 表示投降了 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 他们藏起来了 就是关于 慰安妇的问题 这个问题 在韩国 在台湾 在内地 都慢慢被 发掘出来了 我很关心 在内地 所发生的 这个现象 我特别 给大家看一本书 这就是 中国慰安妇真相 苏志良著的 就日本姓奴隶 这种书很多 好不说 二次 二战时期的 日本慰安妇制度 也是苏志良教授 他们在做的 也有这一类的 像这个 中国慰安妇 江浩 另外一个 就像十万 慰安妇 这种书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书 同时 我们也知道 关于慰安妇的研究 在台湾 也有 好不说 台湾 慰安妇 调查与研究 资料机 这是 由朱德兰 编的 好不说 由台湾省 文献委员会编的 台日官方档案 慰安妇 史料汇编 那么在 外国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种 关于慰安妇的 这种专书 这是由 美国 他们印的 这个 洋人 他们印的 然后 在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人自己 也有良知的 一些日本人 他们也在印这些东西 好不说 一亿人 赵和史 他们也有这种 关于慰安妇的 这个书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人出的 就 崇敬慰安妇 这个书 叫 石川义子 著的书 我们再看 想到慰安妇 关系 文献 目录 我一抓 就抓了一大堆 给大家看 证明什么 证明了 这些资料 当你打开的时候 当你翻出来的时候 它给你的感觉 就不是慰安妇 三个文字的感觉了 它是一个 很排山倒海而来的 一种印象 这个印象是很具体的 我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 像台湾官方史料 这个慰安妇 史料 大家看到 慰安妇 被强迫 出发的时候 要上军舰的时候 大家看没有 就这样子强迫 还有一张照片 大家知道吗 这都是他们的 变成中国的人民 都做了日本人的 这个性奴隶 同样的 我们在日本人的 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资料 就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这是慰安妇 看到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的 小房间 都是他们发现 性欲的小房间 看得像监狱一样 一个小房间 然后还有 这个慰安所的 这个规定 这个怎么样 这个规定 有什么入场券 什么这种 这种规定 每一次多少钱 的这种 所以我们就知道 看了这些照片以后 你都知道 你的印象 越来越具体了 在中国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慰安妇问题 研究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 这个上海师范大学 他们出版的 这个 中外学者 云集上海认定 中国是日军 慰安妇制度的 最大受害国 有这种讨论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学术月刊里面 谈到的 还是苏志良教授 所写的 现在军事性奴隶 日本慰安妇制度 散论 这个就是苏志良教授 给我的信 他到台湾来看我 因为呢 我跟王清风 律师 我们在台湾的 慰安妇方面 做了一点点事情 所以我们何兆良相 这是王清风律师 这是我 这是苏教授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情形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苏教授 他们所做的 很多的这个努力 在大陆的努力 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 这个节目里面 介绍苏志良教授 那个苏志良教授 来访问台湾 这个在台期间 与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 董事长 庄国明律师 和王清风律师 举行会谈 他还与成为 未完妇幸存者捐钱的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 回面 这就是 我后来呢 这个苏教授呢 有信 还给我 这些事情 我表示我们跟大陆这边呢 也有联络 我在见苏教授的时候的时候 我提供了一点点 小型的金钱上的这个支援 我请苏教授 我说趁着现在 我们内地 还有一些 残余的 残存的 这些未完妇 这些被害者 都是老太太 还在的时候 请访问他们 多留下一点点 这个记录 苏教授呢 后来这个 就把一部分的照片 就寄来给我 这又是 几年以前的事情 这是 我有五年过去了 其中的一部分 被害人恐怕 也不在世上了 我给大家 稍微看一点点 这就是 日本这个 性奴隶的受害者 他叫赵存尼 在山西梦县的 这是 今天的老太太 五年以前的照片了 这老太太 他这本来 当时24岁的时候 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可是呢 因为他小脚 跑得很慢 逃难其途中 被日本人抓住 所以呢 他有固定的 八个日本兵 就是轮艰他 所以呢 经过二十多天的 这个摧残 赵存尼 已经被糟蹋的 不成人形 下部分 红肿 糜烂 直到双腿 已经无法 正常走路 是 这个 到六十年后 他回忆 当时的情景 还说 当时他看到的太阳 是 通通红的 就是他已经 这个 强烈的光线 刺上他的眼睛 由于日军的抓捕 小孩子 无人看管 患病 也无法医治 两个可爱的 小孩子 都死了 他被严重摧残后 他也失去了 生育能力 这就是一个 悲惨的下场 这是 五年以前的 这个赵存尼 老太太 山西梦仙人 然后我们再看到 这个 这个 尹玉体 也是一个 山西余县人 这个 我看到了 这个也是 这个可怜的 叫他太太 我们看到 余县人 尹玉林 他也是 他每天 都有三 两三个日本兵 下山来 找他 他那时候 衣服被全部 扒光 然后一个日本兵 一军官 拿了一只蜡烛来 查看他身体 是否有性病 那蜡烛油 一滴滴 全落在他身上 皮肤被烫 烫起了很多的水泡 然后呢 日本兵就强暴他 这就是这个 他的一个下场 也是 也是这个 山西余县人 这就是 赵润梅 也是 也是这个 他有 他有不同的下场 他17岁的时候 就 日本兵就来了 就当着他的父亲 母亲面前 把他 就强奸他 然后呢 日本兵白天黑夜 来糟蹋他 夜里来的最多 有时候一来十几个人 每夜十几个人 长时间的摧残 使他左边大腿的外侧 被木板磨得皮肝肉烂 又感染成化农 每日疼痛难忍 后肉烂到了这个骨头上面 至今还有一个大的伤疤 由于日军的摧残 回忆了痛苦不堪的往事 赵润梅 时常不能控制自己 患了精神病 尤其是遇到高温季节的时候 他会精神时长 这就是 这一位是 张仙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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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山西 都是山西 16岁 结婚才两个月 就日本兵就来了 日本兵 白天黑夜都进来 欺负他 黑夜来的最多 有时候一来来十二三个 轮流下来 这个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子 下不红准 流血不止 从此以后呢 下肚子部分 常常疼 直到今天 由于遭到日本军人的殴打 腰和腿 也都伤痛难忍 像这个就万爱花 他也是 也是这个 目前都变成这样子 五年以前都变成这样子 他是16岁那年 实际上只有12岁 他与李小五离婚 嫁给了比他年长29岁的村干部李基贵 不久以后呢 他在李元林张宾武的介绍下 加入了共产党 所以他还是这个同志 他还是同志 他那日本人讲他跟另外四名姑娘作为战利品 就留恋他们 他就整个都是这个故事 他整个都是这个 这都是苏智梁教授 很用心的做了这些记录 然后他把它寄给我 这时候他已经 就五年以前已经74岁了 这一位是李喜梅 李喜梅也是 是吧 日夜被四五个日本兵强暴 整整九天 他大舅子是高庄村的伟村长 筹集了两百个银员 送去疏通日本兵 要求将他外甥女放回来 总算得到允许 大舅子带着毛驴到炮台 将李喜梅背上去 然后就送回来 最后这个 就吃药要恢复 反正这个惨得不得了 这位叫做王改和 王改和 都是这些被害人 核枪实战的日本兵 每天进来强暴王改和 白天一般三两个人 晚上少的时候五六个人 多的时候十几个人 都是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个 每个人都有的凄惨的历史 这个叫做杨时珍 也是 也都是这个 当年他这个 放在他姐姐家中 扬言不准逃跑 逃跑呢 让他姐姐全家杀光 这就是 然后他的下部 红肿发言 这个也就变得沉默寡言 不晓得吃喝 后来就疯掉了 杨时珍的精神状态 是好是坏 而且妇人病十分严重 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 断了月经 一直到现在 下腹部还疼痛 小便长期实斤 这是这个 这一位叫做高银额 也是高银额 这个 也是这样的 到处东国西藏 没用三个日本兵 进来强奸他 每天如此 这种都是 这一位是周喜香 就是修喜香 这也是 他的右手还是受了伤 每天晚上七八个日本兵过来 半个多月 周喜香身子很差 现在的左手颠抖 右肩有伤 两眼视力模糊 过去常做噩梦 回响日军的欺凌 便不由自主的发抖 一直到今天 这一位是张武昭 张武昭 这也是 这个目前 这个四五年以前 是这个样子 十六岁 也是十六岁那一年 和其他妇女一样 白天被叫到二层楼去 遭日本兵强暴 每天两三个日本兵 来遭到他 这一位是张面焕 这是一只一只的 也是这一位 所有的人被日本兵 赶到草堆旁边空地上面 全部蹲下 然后日本兵就开始寻找花姑娘 刘面焕被日本兵挑上五花大绑 与其他女孩子一起压上路 刘面焕不停地反抗 遭到日本兵的毒打 以致肩骨错位至今变形 就肩骨错位至今变形 两个手拉下来都不一边长 白天黑夜轮间他 那个时候刘面焕因为只有十五岁 还没有月经 遭到日军的摧残后 下体迷懒 全身肿痛 做不能做 站不能站 只能在地上爬 这就是他的凄惨状态 这一位是郭翠喜 郭翠喜 也是他就这个 当时只有十四岁 白天来的是日本士兵 晚上来的是军官 他那时候还没有月经 由于日军的摧残 阴部被撕裂 疼痛难忍 伤口之间犹存 这是他的这一段 这位是应该是叫李秀梅 李秀梅 李秀梅 他是这个 每天都有十几个日本兵 同样的这个情况 强迫他 五多月不能生 不能死的生活 这都是这样子 这个不到 那当时还不到二十岁 但一只眼睛被日本人打下 腿也被打断 村里人都瞧不起他 好人家 当然也不要娶他 下场很悲惨 这几种 我随便就拿一点资料 这个苏教授 寄给我的资料 给大家看 有的时候 我看见我们现在记录 所调查出来 有的女孩子被轮肩 会怎么样 她怀孕了怎么办 怀孕了 就把你绑在 绑在门板上面 没有麻醉药 有的时候就动妇科手术 给你打开 总而言之 全世界 古往今来 从来又没有看到 侵略者 是这样子搞法的 侵略一个地方 一阵子 兵荒马乱期间 奸淫 这种强暴 有之 可是像日本人这种 制度化的 把人集中在一起 带着队 跟军队一起走的 或者就地取材 就变成一个 一个小型积怨的 这样搞法 全世界的 这些侵略者 还没有过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日本人是多么可恶 今天 日本人 要进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还要做常任理事国 美国帝国主义 在支持日本人 我们看到 日本人这些 记录 到今天 还不肯认错 还不肯认粹 还不肯忏悔 还不肯道歉的 这些记录 还历史上还耍赖 说没有 还耍赖的这些记录 我们真的 要谴责 我们 有志气的 有骨气的中国人 和亚洲人 我们大家要做 相当程度的联合起来 去谴责 日本帝国主义 声讨 日本帝国主义 跟日本 帝国主义 背后的老板 美国帝国主义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这些仇恨 接下来请观赏 边说边唱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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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